我們剛剛受到先人的指導 對 他說 這把三號碼是怎樣怎樣 很強啊 他就說 好像有上新聞 三號碼 他是 YA 代表其他碼 對他也是不是虐了菜啊 那我跟你講這句話怎麼下 我出的菜我全買 我就賭他不會第一名 開始囉 好的 歡迎來到東京日本型的第二季 今天我們第二季呢 導致來有一個中間的斷點 我們今天呢要去 賽馬 各位 想到賽馬 是不是會讓你想到 日本賽馬娘 想到日本賽馬娘呢 就會想到 Subshark VPN 在使用網路的時候 不同的影音串流平台 或是不同的遊戲公司 常常呢都會有所謂的 地區限制 如果你想要無時無刻 無居無數見到你的老婆 這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 VPN 來幫助我們 Subshark VPN 除了可以幫助你在全球 100多個國家 做出高品質的跨區服務之外 還能有效保護你帳號的 個資安全 只要動動手辦一個帳號 就可以讓你所有的裝置 都可以使用 無論是手機 桌墊 筆電 iPad 可以說是幾乎所有裝備啊 都可以使用這個 VPN 不管你是想要玩 日本索區的手機遊戲呢 還是想要看到美國 才能看到限定美劇等等 只要有Subshark 這些通通都可以達成 Subshark 還能加密你的網路活動 讓任何人都無法去追蹤 或是竊取你的數據資料 可以有效保護使用網路時的安全 以及資產 使功能非常強大的 VPN 現在來點擊資訊欄的連結優惠 並且輸入ZACKYO 折扣竟然高達85%啊各位 只要用15%的價格購買兩年份 VPN 還會再額外送你三個月啊 趕快加入Subshark VPN的行列 好了各位 這次我們要去的競馬場呢 是位於東京千葉市交界處的 船橋進馬場 從東京搭JR過去呢 差不多要40分鐘左右的時間 JR搭到這個船橋站 船橋站 沒錯 我們要轉車 等下轉到船橋馬場 幾個小時後 喔 到了 船橋進馬場 然後開始有點賽馬的感覺了 我們等一下要買個報紙 然後拿個鉛筆放在耳朵旁邊 然後在那邊想要 想要賭哪一隻 那種賽馬老頭 沒錯 然後拿個啤酒 然後賭出了我們要把馬票這個 丟掉 第一場比賽是40分 對 我們還有20分鐘可以趕快過去 去買馬票 好欸 各位 我們到了 船橋進馬場 我記得這邊日本他們賽馬 現在啊 就是他們要買那個馬票 都是用那個電子畫卡 然後這裡在板城那邊的時候 我們是用電子畫卡 這邊應該也是 然後我們現在先去看一下 哪裡有那個電子畫卡可以來拿 船橋進馬場呢 其實還蠻便名的 右手邊呢可以買入場票 左手邊可以畫卡買馬票馬券 很簡單 好 各位 你可以看老條這邊 我也是 我買一個培育有80的這隻 單勝 然後 500日幣 GOGO 好 你準備好了嗎 好 我準備好了 好 Let's go 好的 各位你們看 這個老條我買的這個馬券 我買的是第一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在這裡 那我買的是單勝 就是說我賭這隻是5號馬 然後他會得到第一名 然後買的金額是500日幣 然後這邊可以買入場券 100日幣而已 超便宜的 要下來 對 這邊就是走秀區 可以讓你看到那個小馬 他沒有抓雞在轉播 雀雞了 各位 剩下三分鐘 我們比賽就開始了 第一局了 那老頭我買的是5號這隻 Wong Time Moon 然後圈圈買的是2號的馬 而且還買了1000塊 我是兩張耶 我好像是買到兩張耶 喔 真的耶 所以你是同一個比賽 所以我有兩倍了 喔 快開始了 各位 這裡好多人喔 他們馬開始進場了喔 這裡外面有設有很多的座位啊 最下面那邊還可以看他們衝線的地方 好 各位 我們的馬開始入閘啦 我們這次比的這個比賽是1200公尺 然後我記得 好像是有12隻馬的樣子 OK 5號嘛 加油 5號嘛 加油 已經開始了 各位 衝啊 我的5號小馬嗎 加油 2號 來 我先讓大家看大螢幕 哇 有看到嗎 在往左邊跑啊 跑跑跑跑跑 揉不起來揉不起來 啊 好緊張 好緊張 你是幾號 2號 我現在第一名了耶 哇 你應該是白馬耶 啊 我的5號在哪裡 老茶的500日幣啊 送水溝了嗎 跑起來 跑起來 我的5號馬在哪 5號妳在哪裡 5號妳在哪 哇哇哇 十一號衝出來了 啊路號碼真的好後面喔 天啊 十一號第一名 十一號第一名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如何 看一下大一幕上的結果 喔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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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這個 就是前面拉的距離不夠 唉 我的5號 我的5號從頭到尾都在後面 哈哈 我不應該買500日幣了 天啊 哇哇哇他直接殺出來 十一號 啊我差一點 你的是第二名 啊 哎呀 好啦我們再看下一場 他場跟場中間大概是隔30分鐘 他們每一場比賽的馬是不同的馬 啊今天這個第一場是比三歲馬 那第二場我記得好像是兩歲還多少 反正就是會有一匹不一樣的馬來比賽 然後這邊是那個觀眾席啊 看起來兩百兩三百個位子 我要像他們一樣看這些資料 然後根本不會看 各位他首先你要先把錢放進去 錢放進去 然後右手被這邊賣 剛剛出了馬票給他放進去 好 然後就選在這個地方 之後再按計算就可以了 好 就是這麼的簡單 登登 好喔 這裡就是等一下 要比賽的5匹馬兒 我們2號都很靠 我們來訪問一下圈圈 哎 怎麼樣現在你有信心嗎 在看到你剛選的馬之後 我覺得我一直下這種賠率低的 總有一場會贏的 總有一場會贏的 好的各位 第二輪比賽 我們現在佔據的是這個海景第一排 加油 OK 現在第二場是 1000公尺 喔開跑了 好突然 非常突然 2號跟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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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怎麼有這馬休息去了 呃 呃 它是白色的 那不是我的 應該不是我的5號 怎麼那麼小就是 哇 哇他已經在後面 停下來了 慢下來 他已經不跑這一局 他這一局放棄了 第一個出彎道 是2號嗎 喔2號這個距離 拉得還不錯喔 非常漂亮 來 該了吧該了吧該了吧 該了吧 讓我贏一把 讓我贏一把 Yeah 來 各位 各位這位老茶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裡本來應該是 快樂贏錢的橋段 但因為老茶我2號要買的是 復勝 復勝就是呢 只要你買的馬有進前三名就能中獎 但因為這場比賽出場馬只有5隻 所以這個復勝賠略啊 真的是低到不行 老茶就算買中了 獎金還是500元 我好像不能這樣買欸 我這樣買的話 這樣買一定會賠一隻欸 而且是500欸 可惡 現在我老茶已經回來了 我們這一次我買了三張100塊的 我發現500塊500塊下去有點太硬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先買個這個 大概100塊左右這種馬票 說好10001000丟了 我們本來不是說 我們一場都丟1000的 太痛苦了 這中獎率不高啊 欸這其實蠻難中的 真的真的 就覺得要很精準 更好意外的狀況都有 剛剛像剛剛那隻1號馬 剛剛突然 瘸了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知道為什麼 希望那隻馬沒事的 我買了這三個 一個是單勝3號 然後一個是馬三連單456 以及馬三連付 三連付就是它順序 可以不用照順序沒關係 然後都是100日幣 我們來看看 這場比賽會不會有個好結果啊 帥氣 第三局比賽 我投資300塊 你投資600塊 好我們看看我們之後能賺多還是賠多 估計是賠多 我希望3號第一名 這樣我就有3000多塊 真的耶我也是有買3號 你也單勝嗎 對單勝 買個夢想 他賠率是33倍 兩個買夢想 開始了開始了 打斗 沖彩沖彩 現在領先的是 領先的是幾號呢 在那邊 領先是5號 5號 5號 561 561 現在 第一次玩到過 然後開始拿鞭子 開鞭開鞭 抽起來 來了來了來了 欸這距離拉得有點遠喔 哇這個 抽起來 4號欸 4號趕快追上來啊 加油加油加油 好第一名真的是 超6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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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4號出來 4 YES YES 四五六 賺錢 四五六是不是 我們來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各位老闆來兌換看看 我們這個三連付 一百日幣可以賺多少錢 好 這邊按金算 哇 390塊耶 3.9倍 哇 3.9倍 他身上有一點誇張嗎 哇 你拿到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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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456沒錯 但老闆猜錯順序耶 我猜的是 我猜456的 但他其實是654 可是那個順序其實很難猜 真的是超難猜的 六四三千七耶 好 我們現在要再去看下一輪的那個 五匹馬 是拿五匹 然後各位 這個場地附近啊 還會有一些吃吃喝喝的 像這種零售攤販 然後有一些像這樣炙燒啊 什麼的都有 以這個場地來講 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外面也有坐實區 對 還是提醒大家來講 小賭遺情 對 其實我們都丟很少 對 我們都丟到小小錢這樣 我們還沒丟到失誤 失誤還沒還沒 大賭三三 可是我剛剛賺你失誤 他現在可以 還要賺你失誤那個 還要賺你失誤那個 好玩喔 他已經賺了1000多塊了 好 二號他今天是 出出走的一個狀態 哇哇 他今天很躁耶 他真的很躁耶 他真的很躁 三號好像也是挺躁的喔 喔 這是這一頂 登登 有一次繞後面耶 怎麼了 追馬 追馬 不用太緊張 他是追馬 好 而且跑在最前面的是 一號嗎 三四一 喔 三四一是我們選的那三號 真的耶 如果他們可以一路維持到最後的話 一隻是誰 四號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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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找他我這一局 又在陪了 怎麼辦 真的 算一下 好 各位喔 這局我想到一個秘密武器 我要去偷看那些 報紙大叔他們怎麼下 我覺得跟他下一樣的 我要跟著下 對 我要跟單 我要跟那個 跟大佬的單 我等一下去偷妙一下那個 報紙大叔他買了什麼東西 我就偷偷跟他跟著 好的 各位這是第五局 第五局老常買了兩個 一個是附勝第四號 四號就是他只要進前三名的話 就可以得錢 然後另外一個是馬三連附 就是拆前三名 我是買三號八號跟十一號 那這樣子我買下來的金額 總共是三百日幣 我們來看看第五局老常會賺 還是賠呢 三百日幣 GO GO 開始了 喔 金書雜 金書雜開起來 喔 一開始就編耶 四五七 四五七 目前一馬當先 不過我覺得這種 很多人的就一開始 一二三名都不準 對 喔 最後玩到喔 來囉 被卡了被卡了 喔 卡完了 最後玩到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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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I can 最後衝起來 I can 開招 大招開大招 我的腳開起來 我的腳開起來 開大招了 金 金 第一隻是誰 第一隻是誰 開邊開邊 走走走走走 衝到上九號 四十七號九號 九號十一號 哇 完啦 作廢馬票 500塊的八號 八號在哪 對啊 八號呢 你不是一開始 八號第三 八號第三啊 十一九八 十一九八 我差一隻 揍三 有三號 我們剛剛受到了仙人的指導 他說 什麼啊 好像有上新聞耶 這一把三號碼 就是怎樣怎樣 很強啊 好像說很強的樣子 然後他的賠率有沒有誇張 有一個老先生直接過來跟我們講一波 哇 你們看他這個賠率 三號碼 他是一夜 代表其他碼 對他也有什麼虐的菜啊 就是你 中了也是你賺的 那我跟你講 這句話怎麼下 我除了他也我全買 對啊 可以耶 其他費率都超過就是 除了他 全買啊 然後除了買他第一 全貨還其他第一名 我就賭他不會第一名 因為他每一個費率都很高 我就賭他不會第一名 可是這樣花在一千低 但是你只要贏了 基本上 報仇率就回本 就回啦 我們只要中了就回啦 你要試試看嗎 走啊 好 我們就這樣搞 好 各位你們看 這個賠率目前是這樣子 所以最低 只要三號一輸 最低我們還是有十八倍 十六倍 十八倍 好了各位 現在馬票已經在老查我的手上了 除了三號以外 我他媽全都要 我全都要 了解 欸 我就不信 我跟村村我們就不信 你這麼厲害 這個三號碼 輸第一就第一 我不信 不給買了 哇 不給買了 不給買了 認真說 我現在有點小緊張了 我有點緊張 可能一輸就是一千一 對 一輸是一千一喔 但是一贏的話就是 不知道多少喔 一贏就 應該就是回本 快點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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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號碼下去 究竟這兩張紙會成為神券 還是廢紙呢 就看那隻馬會不會翻車了 怎麼輸 哈哈 哎呀 哈哈 哈哈 喔 三號碼 十妹譜 六 六 趕快進去啊 這是不是三號碼啊 故意出來那邊展現一下 有點搞啊 翻車 太多了 來囉 準備囉 翻車 翻車 開始了 呃 欸 誰在後面 二號 幾號在後面來著 三號好像在中間 三號在第二 三號在第三名 哇 他走一個 那什麼 前列是不是 三號第三名 對 走個前列戰術 前列位置我覺得對於馬來講還不錯耶 拜託我們這一局真的是 定生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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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一把真的是賭最大把的 真的 這一把真的是賭最大把的 不會吧 好像有點強要過彎了 拜託拜託 走拜託拜託 他變到第一了 拜託拜託 哇他怎麼那麼猛 而且他有一隻馬追上來才可以 喔 喔 快點拜託 哇沒有人卡他 完了沒有人跑得贏他 沒有人卡他 啊 End of stage 哇 沒有人卡他 他就真的這麼強 幹 完了 完了 欸真的他真的好強 他好扯 他真的好強 欸不要 啊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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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虎了 啊 啊 就是失敗 什麼 怎麼會這樣 他弄多馬 根本沒有卡住他耶 喔 有這麼強嗎 真的有點強 看看這樣子他真的贏 我就認打 好 各位這故事告訴我什麼 不聽老人也 好人也 真的輸馬票在眼前 好啦 我們最後一把也賭完了 各位 賭完了 大輸特輸 大輸特輸 所以要找TOPPO我應該付五千多左右 差不多 你真的是夠狠 那你呢 我還付兩千五百 因為我最後一把他弄完 但我覺得就是用這些錢來玩 可是我們玩一整天 我覺得是還... 其實我們也沒有真的賭到很大 對 然後因為才四五百塊台幣 就我覺得還可以一千五百塊 就當作我們來一個遊樂園玩一選 對 其實賽馬這個文化 真的很有意思 到了現場親自觀看 親自參與後 更有了這樣的感覺 看著場上馬門認真的奔跑 場下觀眾們熱血的應援 這是一個充滿血語類的舞台啊 各位 類的部分呢 就是輸馬票的時候 真的很好玩 在不影響生活的情況下 老大真很推薦大家來日本可以來玩玩看 體驗一下 去現場感受一下賽馬的刺激感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喜歡的話記得幫老茶這支影片點個讚 並且還留下你對這支影片的感想 或是對賽馬的看法 另外呢 老茶我都會看 大家還可以到OTK雙螺旋載特工的頻道 看個稱稱他的視角喔 再來是老茶的Dad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